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特征向量跟特征值 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线性变换 就是用二度空间的方式来代表 这个是二度空间 直角坐标 这边是一个X向量 假设叫做AB 那么这个叫做X向量 一个线性的变换 什么叫做线性的变换呢 线性的变换 我们要满足什么呢 就是倍数可以把它的数字提出来 两个向量的相加 可以把它拆开来 假设经过了一个T transformation 它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向量 这叫做TX向量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把这个T用一个2x2 就是二乘二的一个方阵 来做取代 来表达 它本身来说 这是一个向量 那这边也是一个向量 那它也能够符合什么呢 相加的可以拉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线性变换 如果是线性变换 这个地方的T就是一个 2x2的一个矩阵 那这个字 那这个地方来说 K可以提到前面去 K倍的向量 它们可以变成了它的K倍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线性变换 线性变换 可以使用的是一个矩阵来表示 那么以这个题目来说 它是一个2x2的一个方阵 ABCD是数字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了解 什么是线性变换 假设某一个线性变换 这个叫做A好了 那么我们想想看 线性变换A 将E1这个向量 带到哪里去呢 那么怎么计算呢 我们就直接A乘上X 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计算方法是采用的是 矩阵的乘法 横的乘上直的 1乘1加上2乘1 所以上面这些应该要挤 这变成3 来看看下面 3 那就变成了3E得3 E1得1 变成4 所以各位同学看 这样的结果 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它把这个E1的向量 带到哪里呢 带到E1 带到 34 是这样子的 这是34 这是E1 这是一个线性的变换 来看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做法一样 我们把A23带下去 各位同学看 这边上面是多少 2 这个 横的乘上直的 底下就变-3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 100-1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把一个23 带到2-3 我们称这个叫做近射 近射 像一个镜子一样的对过去 23在哪里呢 在这边 那么我们经过了转换之后 变成了2-3 到对面去了 这是像一个镜子一样的 直接都对到后面 又对到底下 这是X轴近射的一个transformation 再来我们再看看这个题目 A-100-1 那么我们乘乘看 乘一下我们发现 没有变 0 这个我们称这个A 这是叫做identity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的是 它是自己变到自己 无论X是多少 它对应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位置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 identity 我们看到这个叫做单位矩阵 那么我们现在来解释 特征向量跟特征值 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 假设A 这是我们的transformation 就是我们的一个 2乘2的一个方阵 那么某一个向量叫做V1V2 如果说存在一个实数 叫做land 那么AV指的是 我们对应出去的 将V对应出去的一个结果 会变成了原来的 它的一个land倍 那么我们就称 这个V叫做eigenvector 这个land叫做eigenvalue 那么如果我把图画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同学就会比较清楚 这个是这样子的 原来的这个叫做V 向量在这边 红色的向量 经过了一个AEV的一个变换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说 它仍然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无论它是变大 变小 或者是方向颠倒 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称这个向量 这个V 叫它什么呢 叫它特征向量 叫做eigenvector 那么land就指的是它的倍率 倍率我们就称为eigenvalue 也就是说 我们经过了变换之后 它方向不会改变的 那个向量 我们就称为特征向量 那么我们看看 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的方法 假设有ABCD 那就是2x2的一个方阵 那么这是一个vector 叫做V1V2 怎么找eigenvalue呢 首先很简单的说 既然这个AV等于landV 所以我们两个做一个一项的动作 这是等于0 然后呢 再把这个V 这个vector的话呢 提出来 提到后面去 我们发现 这个相乘是0 相乘是0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向量 不是0 这是non-trivial的解 有一个不是刚刚好 这个是0 那么这边的话呢 这就称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就称它是叫做奇异方阵 奇异方阵叫做singular matrix 什么叫做奇异方阵呢 其实后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就是它的行列是值 是0的 我们就称为奇异方阵 那么奇异方阵这个计算很简单 A减掉landa i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直接把i变成1001 我们发现只有主对角 这叫做主对角线 要减掉一个landa 副对角线不用动 那么这个行列是要等于0 那么怎么计算呢 是这样子的 这边相乘减掉这两个相乘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解landa 这个landa如果解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称为 eigenvalue 那么这个方程式 我们就称为 特征方程式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就做 先抓特征方程式 抓出了landa的值 就可以了 抓eigenvalue的方法 那就直接解特征方程式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奇异方程 现在我们把奇异方程 我们说的比较明白一点 现在我们扩充到了 N by N的一个方程 只要是它的 行列是值等于0 我们就称它为奇异方程 那么奇异方程 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只要是奇异方程 这个叫做 行列式只要等于0 什么叫做不可逆 不可逆就是说 它的逆矩阵 不存在 逆矩阵的意思就是说 A乘上A的inverse 会等于I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逆矩阵 相当于我们在数字里面的 叫做乘法反元素 这个inverse的话 这个很重要 这个的话 如果说它是奇异方程 那么表示 它是没有办法找到 它的什么逆矩阵 第二个 只要是奇异方程 那么这个是在 线性方程式里面 常常用到的 这个我们在国中二年级 有曾经提过 这个如果成开来了以后 这就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是相依方程组 那么如果说是AX等于B 无限组解或者是无解 我们就称这个叫做 矛盾方程式 或者是叫做相依方程式 这个各位同学可以试一试 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 我们解这个就知道了 一般来说 不要是奇异方程 它的话呢 就是行列是值不为0的时候 那么它就AX等于0 有唯一的零解 AX等于B 可以找到一个唯一的解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在线性方程组里面 我们过去都曾经讨论过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 特征值 EigenValue的一些性质 这个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现在所介绍的 假设一个N by N的一个方阵 它有N个特征值 EigenValue 那么告诉各位同学 只要是它的特征值里面 有一个0 只要是有一个0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它就是奇异方程 也就是说它不可逆 找不到A的inverse 这是第一个性质 第二个我们常用的性质 就是说行列是值 行列是值 就是land1 land到N相乘的 它要算它的行列是值 只要是我们知道了 所有的特征值 相乘 就是它的行列是值 这个我们在后面 会介绍一个对角化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再来第三个 主对角线值的和 就这个叫做trace 主对角线的和 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的所有的 主对角线 A11 A22 A33 一直到ANN 这个加起来 一定会变成了 所有特征值的和 这个是我们特征 值的一个 很重要的性质 那么各位同学 如果对这边有兴趣 我们也可以 找一些参考的资料 看看它的证明 是怎么证的 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呢 介绍的是 性质 大概的介绍 EigenValue EigenVector 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在后面 在矩阵代数里面 做计算来说 我们常常需要 做一个什么呢 对角化的一个工作 对角化是做什么呢 就跟这个有相当 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边 我们只是大概的 去让各位同学了解 特征值跟特征项量 因为在我们 这个部分 AHP的这个层级分析里面 我们会用到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大略的提一提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些 线性代数的相关的一些书籍 不容易 能够 我们下期